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姐是因在盘桃会上喝了点酒 酒后戏长了 沙峰是在盘桃会上摔烂了一个杯子 因此被重罚下计 可见 这盘桃在天上既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宝物 也是引发各种争端的祸根 孙悟空因为名头太想 导致很多人认为 只有他一人偷过盘桃 但实际上原著中还提到过一位神仙 他也偷过盘桃 不过 他的结局可比孙悟空好一百倍 他使谁呢 二孙悟空刚去管盘桃 就背了一个大黑锅 我们先来看看 孙悟空刚掌握盘桃园时 里面有多少棵树 结了多少个果子 在原著第五回 他刚到盘桃园走马上任 谷地出来向他回报工作 是这样说的 有三千六百株 前面一千二百株 花为国小 三千年一树 人吃了成仙了斗 体贱身轻 中间一千二百株 曾花干实 六千年一株 人吃了霞举悲手 长生不老 后面一千二百株 死闻相可 九千年一株 人吃了与天地骑手 日月同耕 因此有人算过招 三千六百株果树 按一颗结一百个果果算 三千六百株少数 也有三十六万个果果 孙悟空一天吃一百个 也得吃三千六百天 也就是十年 实际上 书中写他吃三万二日 又去设计偷桃 这样算了 他要把桃子吃完 最少也得二十年 可是 盘桃会每年开一次 孙悟空管盘桃连不久 西医局会议就要召开了 七千女来摘盘桃 却发现没几个了 仅剩下两栏小桃 三栏中桃 那么多桃哪里去了呢 肯定不仅是孙悟空偷师的 还有其他人也在偷 特别是孙悟空每天不好好寻人子 只管自己摘偷 难免手下的历史 土地不浑水摸鱼 偷几个来吃 其他神仙也浑水摸鱼 经常偷来长长献 那是大偷家小偷的 其中有一个神仙偷偷 就被王母带住了 三句中国古典文献记载 汉武帝有一天过生日 宫殿前一只黑鸟突然从天而降 武帝不知这是个什么东西 他的大米东方术告诉他 此为七王母的坐骑轻软 王母即将前来为帝祝寿 一会儿 七王母果然携七枚仙桃飘然而至 七王母除自留两枚仙桃外 其他的五枚全部给武帝 武帝吃完后 感觉味道棒棒哒 准备留下盒来自己种植 七王母告诉他 此桃三千年一生时 中原的包总之不胜 又指着东方术道 他曾三次偷使我的仙桃 这个仙桃 其实就是盘桃 东方术的确干过偷桃之事 据记载 他小时候命运有点惨 连幼藏目 是由邻居抚养长大 后来得一百元相助上天宫求助 恰好西王母开盘陶会 他便在瑶池偷吃了仙桃 被守护神捉拿押见西王母 他以滑稽之语身辩 说的西王母不仅免戒罪 而且还赐以先就先咬 可见 口才的重要性 而孙悟空 吃亏就吃亏到嘴巴太狠毒 一聊天就聊死的那种人 导致唐松几次三番 想撵他滚蛋 四 不仅有东方术偷逃的传说 西游记原著中也提了这事 在原著跌二十六回 孙悟空推倒了菩提的人参果树 到处求主 在别人的指点下 来到东华帝君处 结果遇到一位童儿 这童儿 就是东方术 孙悟空见了 笑道 这个小贼在这里的 帝君处没有桃子里偷吃 东方术朝上进礼 打道 老贼 你来这里怎的 我师父没有仙丹你偷吃 他们二人也真有意思 一个叫别人小贼 一个叫别人老贼 看来 对当年偷逃的事 大家心知肚明 呵呵一笑了是 前往温牛看西游公号 可看到第一版二十五期 为一版冒充独来的妖怪 为何连盘古儿子都躲着不敢惹他 或许多州人便是一个生姿主 一个生姿主 即可见了 演员轮辑 或许多州人便是一个本学派案 瓶子里面兜蓬